好,開始往回走 刚才其实又有一位跑来问我北京那边的课程的情况 那些广告还没过期呢 不能说人家问的没道理 在我的直播间说过 无数回来真不是我不想去 也不是我自己把工作给整没的 去年的工作两份工作都是自己给做没的 但是这份真不是啊 这份真不是我给他做没的哟 好来说说看今天晚上的收获 去了一趟嘉敬新城 然后在嘉敬新城整理了 这是圣经课程第三课所有的 哦不是所有 不对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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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的拉丁语 哎呗 一半的希腊语的经文 新约的部分 还剩下一半 不过其实也不会很多了 就大概还有一个二十来分钟或者三十分钟的视频 就可以把另外一半做完 明天来呗 反正明天是吧 上午也是没课 哎呗 刚才又来一个说后天的西班牙语那边也来请客 好家伙啊 这个 这周末的课还变得七平八落了 虽然说第三课了 我老师最终决定把他跳过去了啊 我的圣经老师 但是我还是把 既然他有这个讲义 我还是把这个讲义 稍微的 做了一下 他有讲义就不浪费了 对吧 他的助手给他写过一遍 完全就扔到一边了 人家还是辛苦了一通嘛 还是想 呃 不是 不是 凑合 还是想借着 借着这东西把该输出的输出一遍 这很重要啊 这个 我说过以后也许有机会我自己都能干 我自己都能干这个 好总体来说 看一看今天都干了些什么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的话 早上例行的 英语的直播 在抖音那边 两个单元 在视频号这边一个单元 到目前为止 这是第三周了 然后今天有说过 有说过 是吧 有粉丝 跑来听 也有人提出了问题 很好啊 我们需要这样的 这样的机会 好好的 慢慢的培养出一些固定的 听众来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上午的事 上午的话 还做了个事 我的西伯来域那边 西伯来域教材第三单元 第三单元的前一半翻译完了 真的可以这么说 现在翻译完了 就用了两次课的时间 是吧 在昨天的话是 最开始的小故事以及思维表 然后再搭配了一点点尾巴上面 两段比较短的语法知识 今天的话是去翻译最长的那个 也就是第一个语法知识点 大概做了一半 加上昨天的一堆 我觉得一半是有了 明天因为上午没课 咱们继续翻译 这事不能停啊 咱们接着翻译 至少应该把第一个知识点的剩余的一半要翻译完 我今天也是想多了 我以为今天可以把这个事给整了呢 没有 办不到 那完之后就剩下下个礼拜一 下礼拜一把其他的一些变脚料 给它整完包括练习 包括另外两个比较短一点的知识点 把它给整完 那第三单元就做完了 差不多一个礼拜最好能做到 1到1.5个单元吧 的这个翻译 那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跟线下课都有点同步 因为线下课也差不多这么个进度 一个礼拜是1到1.5个单元 那对于我来说 这样算起来40个单元的话 40个单元 我天 运气好的呢 也许呢 30周把它给搞定了 30周把它搞定 30周的话 怎么都得动到明年的下半年去了 希望 希望到后面的事别太那个啥 课文别太长了 也许咱们能加快点速度 一个礼拜搞两个单元之类的事 毕竟40个单元其实够长 这本书 我还是希望能够在明年上半年 是吧 明年上半年就能把这本书给整完 等三四月间啊 我的 我的 我想法是三四月间 就能把这本书的基本上都弄完了 不得不说吧 这个事是有收获的 非常非常的有收获 绝对是值得应用 而且如果10月份 UCL那边的那个学生回归了的话呢 说实话 他也就会非常非常惊讶 没错呀 没错呀 他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干这个翻译都干了 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嘛 一个月怎么说 我少了说你也四个礼拜 对吧 四个礼拜你应该干完 嗯 现在都是第三单元快完了 那你 是不是应该差不多可以干到第六单元去了 对不对 四五六 嗯 大概吧 大概至少第五单元能做完吧 那这也挺了不起的呀 一共四十个单元的话 半掉了前面的八分之一嘛 我觉得在知识点上应该对于我来说都没什么难度 主要是他里面的那些练习 因为在没有练习答案的情况下 对于我来说可能略微难 略微会难一些 就是如果我有他这本书的全部答案的话 那到底答案不安 我觉得就有点想为打气了 但是如果不这么干的话 这挺考验我的 又制造后面 前面都还问题不大 又制造后面 所以我还是会可能偏向于去找一本 但是相当于教师资源稍微丰富一点的 或者比较直接的东西 像我用起来呢 就教起来呢 会省一些力气 而且也没这么忐忑 就是光是一个简单的翻译 如果没有一个标准的参考译文 可能还是有时候会有点悬货 好 这是今天上午的事 主要就是这两个 其实本来还想再多弄一个东西的 本来还想多弄一个 大家一块看一个视频 这种 可惜啊 可惜没有 最后没有弄出来 就是被打断了 你可以说 一方面是我起来的 稍微晚了一点点 另一方面起来之后 还得应付一位网友跑来问 但是这是个好事 这不是坏事啊 就是专门加我微信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来听我的英语课来吧 这挺神的 这挺神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链接是怎么样 怎么样 把这些话都说差不多了 所以时间也到了 但我觉得这个 大家一块看某个东西 这个东西得 持续地做下去 而且它成本很低嘛 成本很低嘛 我只需要大概 把那个玩意儿一开 我就不用管了 这成本很低的 这是上午 下午的话 核心就是那节希腊语课嘛 学生学了今天下午那节课之后 算是 基本上初级课程完成了一半甚至是一大半 还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情 所以 往后走还有很多话题 但是 都是在 之前所学的基础之上 相当于他把主干已经学完了 接下来就是 在主干的基础之上是伸出来的一些其他的旁枝 然后在我的心理活动里面 他完成了三分之二 可能在 课程的课时数上面 并不是三分之二 在我的心目里面的话 他完成三分之二 就剩下的就是 最后的三分之一 好 然后 对于我来说 另外一件事 就是 整理了整理 一篇课文 因为还没有 那篇课文在以前几轮里面 我都没有管它 它是一节复习课 是我看到那个 翻译本的那个教材 那个 全是语法表格 然后看着我 觉得脑袋都疼 而且我比较喜欢的是 随文的学习 就是 不是这种 你就通降一大堆的表格 这种方式 所以有两方面 就让我觉得 我不想再去做它 对 这节课 它没有什么新鲜的知识 就是以前的 一个回顾 而另外一方面 整理量 实在是太大 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方面就是说 我有了这本书的原版教材 有了它之后 有时候 就不是每个单车 都需要你去把它打一遍 它已经可以用复制粘贴的方式 搞定很多了 另外一方面 也相当于完善一下这个讲义 以前 因为种种原因 删掉的一些课 给它补回来 给它补回来 也就是这一本书 变得更加的完整 当然还有个原因 是不希望这个学生 跑得太快了 那现在一个礼拜有三节课 而且我们 也没有水失常 就是这样 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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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跑得挺快的 本来这本书就只有26课 那按照每一次一节课 一次课一刻的情况 26课就算是其中 可能有那么一两节 需要两次课 来搞定 那估计最多也就是28 最多就是28 然后如果你还丢掉一两课的话 那就更少了 对吧 更少了 反正我最初可能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 想到的是24节课 然后如果你还丢掉一两课的话 我事实上可能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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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算是他最后上了26节课 那说实话 这门课也不便宜 因为这个学生他没有选择一口气 可以把所有的课试费交齐的办法 这样的话他可以享受一点优惠 他选择的是上一次课交一次个钱 那说实话 这个就完全没有折扣可以打 那如果他要长成26节课 或者他这里能够挣5200块钱 一次课是200嘛 大概5200块钱 其实并不贵 只别听着他很大 这个东西26节课呢 一个小时100块钱真不算贵 要知道我在机构里面带课 都是200多一个小时 所以我还是觉得 不要让中间商赚差价 你要一个中间商来找我的话 其实挺便宜的 挺便宜 便宜不少 便宜 大大便宜 可以说 另外一点就是 这也是我今年相当于 有人给我点个赞 也算是今年相当重要的一个项目 因为他肯定不只是把这5200块钱给学完 假如29节课 估计可能还能够多一点 剩余的还有 我们事还没完 事还没完 第一阶段完了咱们就可以有终极了 咱们就可以有终极了 终极的话 他的这条路线跟另外一位的终极路线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对于我来说我要去找一本 语法专论 然后他的终极的部分的语法讲义 应该是来自于一个 并不是圣经希腊语的终极语法教材 然后他的最终他的目标是去读古典的文章 所以终极的读本也不是圣经 这跟另外一位不一样 另外一位正在做终极的那位 他还是在圣经上跑来跑去 所以他用的是一本圣经希腊语的终极的语法教程和终极的一本阅读 所以也算是两套都可以走路 两套走路 以后的话也许还能够进一步的做出更多样化的一个课程出来 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虽然就这样搞下来的话就事会更多一点 但是我还是蛮乐意感觉是 包括你到了下一个阶段 我估计会把以前几本说不清道不明的 看不上的一些书都已经我觉得鸡肋的书再翻出来 咱们再把它用一次 再把它重新焕发一下光彩 给学生当读本来读 其实拉丁语那边也是如此 比如我在上海发的拉丁语的统筹活动 其实用的也是一本 比如说那本书真的编得好吗 也不好 也不好 就我来改造改造它 是吧 简单说那个人没有编的口纹我来编 然后尽可能的用一用它提供的这个框架和它提供的一些素材 相当于基于他的书进行一次比较大刀阔斧的第二次创作 二创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差的是我适合做的 也乐于做的一件事 把不及以后还有机会是吧 见到这位编书的这位编者 然后跟他说一说这个事 咱们哥们在之前还基于你那本书还创作了很多事情 我估计他还挺开心的这个事 好 然后就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的话继续整理 说实话可惜了 这个礼拜整整一个礼拜有所有的圣经课程都停下来了 一到四是我的老师他公司培训 公司培训 然后没有时间 本来放在星期五有一节 结果呢这一节也没上成 也没有上成 说是因为前面几天培训有些工作耽搁了 星期五的一帮人估计在那拼了没有的赶 所以也没搞成 可惜了 不然的话这个礼拜还要再充实一点 然后我就再利用相当于这个短暂的喘气的这个时间 把之前的两三次课的里面的经文给他梳理一下 简单说就是把里面所有的希腊语经文就是新约经文全部给他扒下来 然后录成一个视频 可惜的是现在这种视频的话小破绽过不了神 然后侯山那边也不行 也不行也过不了神 所以我录是录下来了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上转了 只有YouTube那边去了 可惜 来稍微说说明天的情况 明天上午是没有课的 明天继续翻译模式 上午的话 英语倒是没有直播 但是上午的时间 咱们肯定西伯来语那边 剩余的经文把它全部录完 也可以 反正现在是有的舒适性做 我倒不觉得自己有那么大的负罪感 比如说有些课程开不出来 或者可惜啊 或者什么 我没这么大的负罪感 可能对于北京那帮人是多少有一点啊 我当时 还这句话 直到项目负责人跟我说这个事之前 我都以为板上钉钉了 我以为怎么怎么样 结果没有想到 他的话说就是不想在你在海外旅游的时候 来烦我来打扰我 来影响我的心情 所以虽然那个时候已经 可能早就已经黄了这个项目 但是我是不知道的 我还满 满怀信心或者是满怀期待 说开始一段在北京的新生活呢 结果过我们就没这一出了 其实他做的挺不地道的 但我以前也说过 他其实受伤比我受得重 因为他是搭工也搭料啊 他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话 他在里面所倾注的心血 以及搭进去的包括金钱 包括金钱 可恐怕都很难去估量有多少钱哦 所以我也没有太多可抱怨的 现在人家还在讨薪是吧 人家比我要困难多了 只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完全是无辜的 而且当时还信冲冲的跑到北京去看这个项目嘛 在那聊天去看他的学校都怎么样 我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工作 结果 所以就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儿啊 那里面实在是太多的无奈了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 很难说得清楚到底对与错 然后怎么怎么样 其实很可惜 在我看来 原本是一个可能很有趣味的工作机会 人在国内为数不多 我不敢敢说 国内唯一一家长的朋友 国内为数不多 能在一个学校里面干出这些课程来的 对于我来说 所以我也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实践的机会 结果没了 结果没了 但是现在的话 作为一种补偿 作为一种补偿的话 他给我传了一个班 他们有三个学生 如果这三个学生全部学完了 不说任何问题的话 他相当于啊 得一定说多少钱 相当于 当然你也付出了时间 我们如果单纯从他们的学费来看 他相当于补偿了我一万多块钱 那 从这点上来说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抱怨了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在积累口碑 积累自己未来的可能有一些声援 对吧 同时在拉丁语这方面的话 到目前为止 这是我现在唯一有实践拉丁语教学的机会 我说上海是有发活动 没人理啊 对吧 没人理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 微信哪边有没有回应 没有 继续 有人在问我要一份资料 我这也没有 自己忙去 自己找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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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明天如果能上得成课的东西 下午那节希腊语 这个一定能上得成 今天下午还给他传了一点新的东西 明天得把它用出来 对吧 所以下午的东西能上得成 再有呢就是 晚上 星期六的晚上应该眼泪打不动吧 我们的拉丁语 对吧 本周的第二次课 也是总共的第四次课 理论上来说 我们应该把第三单元整完了 第四单元要整个大头才行 应该说把第四单元整完 咱们第一侧就搬掉了三分之一了 第一侧是 这个单元数最多的 因为简单 在地图上是因为简单 简单的话 那东西就过得就快 然后它变得单元数也多 比如说第二侧如果没记错 第二侧只有八个单元 第二侧只有八个单元 第一侧就有十二个单元 一共大概有四十个单元左右 所以我的目标呢就是在这三十个三十节课里面要能搞定包括第三侧的前一半 任务还很艰巨啊 就是孩子们很小 孩子们很小 尽可能吧 也许咱们只能搞定两侧数也不一定 但不管怎么样 尽力去做对吧 别人也看得到你是尽了力的 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行 那就是这样啊 明天上午感兴趣的话 欢迎到我的直播间里面去看我整理和录制视频 然后咱们明天中午吧 虽然不是上海 但明天中午肯定要从这儿出去走走欢欢气 那明天中午带着各位往安厅那边 一块走走聊一聊明天上午的一个收获 行 明天见 拜拜 各位